前两件婆婆铅了格温尼斯帕特洛的近兆,原来不止我一个人,被他照巴巴的衣服惊倒,看起来和T弹的仙女群完全就是两件了,这根也差太多了。 而且格温尼斯帕特洛一厢是金之女孩代表,他创办了一个lifestyle网站goop专门分享品质生活的日常,包括早起喝223美元的奈希,睡前用603美元的化妆品等等。 虽然被大家批评说不接地气,但他确实对点滴细节都很注意,比如使用矿物成分的防晒,而不使用化学成分的防晒。 在健身房洗完澡之后,没完还要回家泡澡,而且每天坚持用身体磨砂膏去死皮,没办法,想做金之女孩,就不能怕麻烦。 这一点,女明星当然比我们更注意,她们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心得吗? 一,放入嘴中的东西都很注意在吃的上面,女明星应该是全世界最讲究的一群人。 像毕尔斯,常年按照自家营养师的意见,严格控制饮食的比例,负80%的碳水化合物,10%的脂肪和10%的蛋白质,被称为80年10月十日导泽。 而大眼阿曼达,则很相信自己的生食法,她几乎不吃经过热加工的食物,主要食材都是生的水果和蔬菜。 他认识超过115华氏度,约和46寿氏度,的东西绝不放进嘴里。 玛丽亚凯丽也是一位很讲究的Divita2016年接受益,卢斯的采访时表示,她每天只,吃两种食物,挪威塞凡与克斯山嘎,大家都表示难以置信。 而凯瑟琳德塔琼斯每次饭后都会吃一个苹果,不是为了苹果的营养价值,而是为了散火酸心解口腔和牙齿上的污渍。 就连女明星们喝的水,都和我们喝的白水不一样。 比如美国歌手凯莉·罗兰,她只喝塔斯费级群岛的天然山泉CJ Water,其他一杯不喝,而格温尼斯帕特洛泽自己动手,望饮用水里加点料。 我一直在研究矿物质水对人体的好处,所以我会在水中加入喜马拉雅海盐,虽然口感一般,但是对身体很有好处。 家政女王Marcy Stewart则是有机派代表,她每天早上起来还要喝一大杯羡炸的绿色果汁,都必须从她自己的有机过园里新鲜采摘。 二、再忙也不能忽略的细节Marcy Stewart的讲究件,也很让人佩服,不管忙到再晚再累,每晚都要换上喜好日瓶的新床单,都是绵盲的天然材质。 据说天然植物就是更加养颜,包括金卡带沙和Krissy Tiden,这对好闺蜜在内的不少女星都爱用枕丝枕套,你美轻柔又轻肤。 对皮肤和头发都有好处,方陈娘娘就不止一次,被拍到带着真似枕头赶飞机,抱得比较都紧,女明星还二代杀上飞机呢。 对于小清新来说,必须是全套化妆品,有次她飞日本,突然发现自己,没有带化妆包,最后临时找了一只马克笔当作眼线笔,在洗手间里匆匆忙忙化好,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 好多女明星都是带着全部加班上飞机,护体肤也丝毫不怕麻烦,比如Kate Upton,上飞机还要带两种面膜,一种是休息时用的睡眠面膜,一种是降落前十分钟用的急救面膜,还有维命天使Lina Z. Allison,不光要带上各种护肤的瓶瓶罐罐,连香薰和精油都要带上好几种,有的是镇定肌肤的,有的是深层补水的, 有的是沉浅心灵的,还说这个要和那个混在一起,这个只能喷在手腕上是用啥的,搞得特复杂。 三,出门见人要保持完美形像花头这么多,不就是为了下飞机,能在众人面前容光换巴的亮相吗? 所以很多明星下飞机之前,都是要另换一套衣服的,Rosie妹子就透露,自己登机后,会换上更舒服的棉梯运动裤,再照上一件羊绒披肩,等到降落前再换回之前在机场的造型,而换下来的衣服,则有很用心的叠好。 如果是西装还要挂起来,不能有一丝褶皱,她还会随身携带一个迷你的年毛滚筒。 这是我的小怪癖,能让衣服看起来焕然一新。 没错,衣服整股整洁,很大程度上决定对你的第一印象呢。 好的衣服,对人的气质,也有很大提升,所以很多讲究的妹子,都会投资几套金贵面料。 Rosie妹子也是其中一位,闪亮灯场的场合,她最青睐真词之地,很是符合她贵妻的形象,和普通的体恤相比,提起程度不知一点点。 这则是啥都穿的那种,二十五美元的Forever21裤子也穿去参加活动。 就真的,没什么气质呀,还是换上Bunella Cushinnelli的羊绒衫,马上就有贵妇人的感觉。 所以朱莉这种气质姐姐,永远是羊绒不离身,大衣和皮肩都要选择这种奢侈面料。 这几身脱色look也太美了吧,所以说人要衣装,一点也没错,不过除了面料,剪裁之外,对衣服的护理,也很能体现精致程度。 毕竟谁都不想像格温尼斯帕特洛这样,皱巴巴的让人大跌眼镜,长期经营的精致形象毁于一旦吧。 因为衣服是否平等挺刮,能够决定这件衣服看起来当似如何,高颜值的S夫妇套上这种容易皱的麻布衣服,也顿时没什么明星启致了呢? 穿着上红毯的华服也不例外,像断面的礼服,就因为特别容易褶皱,成为了红毯上的重灾吃。 所以,无论质地如何,怪还是便宜,想让衣服以最好的状态出现,就必须进行精心的护理,让她平整预贴,毕竟衣服皱的话,太容易被注意到了,一秒钟就能毁掉所有精心营造出来的品质细节,想做人人夸奖的精致女孩,这衣服绝对不能省略。